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华严经200问》第79个问题 何等为菩萨摩赫萨发无量无边广大心 送《华严经》送到卷六十 文书菩萨进入法界来度众生 他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 最主要他要去找射利佛这些生文弟子 生文弟子知道生死是无量无边的苦痛 因此发了一个出离心 离开生死轮回的系统 在捏盘的境界安住在空性 但是文书菩萨知道 这个是只能一时的清静安乐 而不能够永远 如果我们要就近成佛 一定要发广大之心 因此文书菩萨就为生文弟子 这些比丘们 唤起他们的菩提心愿 所以为他们劝发 让他们发大圣心 看起来好像文书菩萨来为比丘 开示 其实这些大菩萨 他们的心里本身就已经有菩提心 有广大心 比丘们的心里也有广大心 只是他没有被唤起 所以修行要发起这个广大之心 藉由菩萨的呼唤开示 终于明白了原来发菩提心 是入法界的非常根本的基础 所以这一瓶开始 从卷八十开始 卷六十开始 我们要进入入法界瓶 要开始在善才童子 参访的过程当中 以善才童子的学习心态 来学习所有善知识 如何的发心 那在这第七十九个问题里面 他提到第八 怎样发无量无边广大心呢 第八就是严禁一切佛刹 发无量无边广大心 我们要严禁佛刹 所谓严就是庄严 敬就是清净 一切的佛刹在哪里 很多人学佛 他很向往清净庄严 但是我们总是住在一个 肮脏混乱的地方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忍受 为什么我们在硕博世界 眼睛看到耳朵听到 乃至于现在呢 全世界都陷入一种 无止境的恐惧 到底这个疫情什么时候才会 结束 看来似乎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疫情呢 其实它是一种现象 也是一种劫难 劫难从哪里来 我们要从根本上去研究它 去改变它 所以到这个第八呢 我们要发一个愿 因为菩萨教我们要怎么发 在第八个 严禁一切佛刹 发无量无边广大心 在华严经的世界成就品里 普贤菩萨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们要了解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所以它这里面就讲 一切岔海诸庄严 无数方便愿力生 一切岔海长光药 无量清净业力气 所以我们来看呢 所有的岔 这个海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 所有层层岔土啊 所有的庄严 它从哪里来 都是方便愿力而生 清净的业力而起 那愿力是我们知道 学习佛法之后要跟着发愿 可是我们所面临的 常常是自己发不了愿 因为我有自己的业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有过去的惯性 我一直以来就都不发心啊 我一直以来就都没有办法 我总是犯犯恼恼的看着这个世界里 这是我的业啊 我已经习惯如此了 那这个学佛了之后呢 虽然知道要发愿 可是这个业就在那边阻碍着我们 所以这里呢就教我们 这世界要清净 一定要从自己的内心改造起 所以岔海的庄严 世界的清净啊 就是由自己内心的清净而来 我们先不要求自己有能力去改变别人 我们先要求自己的内心 永远保持这个清净 可是这个清净怎么来的呢 清净是排除染污吗 不是 清净是本来就清净 不讲外求 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内心 有这一个清净的自信 你才真的能够解决彻底的 这种问题 所以要怎么样去学习 下面就讲 久远清净善知识 同修善业皆清净 就是我们长期以来 想要学习清净法的人 想要修习 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因为我们在学习佛法 佛陀是我们共同的善知识 有着佛陀的教导之后呢 同修善业 我们就想尽办法 来修善法 这个善法有很多种 各式各样的善法 只要能够清净自信 都是非常殊胜的方法 那这个方便了 就是每一个人的因缘而不同 但是只要我们是用对方法 它就会开始有转变的现象 所以慈悲广大 愿众深 这种力量呢 是普遍性的 以此庄严诸岔海 我们要庄严 层层岔土 我们要用功 那这样子才会有转变 所以后面呢 在世界成就品的地方 普遍菩萨又继续来讲 应该 我们应该要知道 这个世界的差别 世界海 有世界海为成数捷 转变差别 这个转变 非常的不简单 什么叫做转变 这世界是越变越好 还是越变越差 我们常常讲 一代不如一代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现在这个时代 是好的时代 还是不好的时代 在双层纪里面 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他一开头就讲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也可以符合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前所未有的方便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有的问题 都透过了这些媒体 我们可以了解 可以发现 所以 所以这个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我们透过很有限的讯息 了解的也只是其中之一二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 这世界有亲近的地方 也有两无的地方 在媒体上 在网络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 每天都在造恶业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 每天都在为这个事件努力着 那世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这因之世界海 由世界海为成数 结 转变 差别 这差别在哪里 差别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知道 法如事故 世界海 无量 成坏 结 转变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事实上 这个叫做事实 就是现象 法如事 就是实相的境界 世界海本来就有很多的差别 一体体用的世界 我们的心 可以呈现出各种多重的样貌 各种不同的样貌 但是我们永远要知道 万变不离其中 法永远如事 那如果能够器物这个如事 我们的所有的现象 都有了一个根 所以依着这个体 而来观察 依心而来修行 那有了这个心的之后 有了这个体 本体的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以作用来讲 染污众生住故 世界海就有染污节的转变 修广大福 众生住故 世界海就会成染境节的转变 性解菩萨住故 世界海就有染境节的转变 无量众生发菩提心故 世界海存清境节转变 他在讲这个转变 转变要怎么样来转变 就要靠大众的力量 如果这个世界 大家都在染污 我因为大众的染污 我也要跟着染污 因为我要在这个世界生存 别人坏 我要比他更坏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那这世界一定就是染污 但是如果我们这里面 有人开始觉得不对 我们应该要来修福修慧 我们应该要来用功 那这时候呢 他就会有影响力 一传十 十传百 我们的影响力呢 让我们能够怎样 修广大福众生住 这个世界就开始转变 是染的转变 还是静的转变 要看你的心 要怎么样去转它 再来性解菩萨住 世界海就呈染静解转变 他在讲 我们还在实性位的阶段 静静退退 所以有时候呢 是染的转变 有时候是静的转变 起烦恼就往染走 发菩提心 欢喜心 就往清静的走 所以还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状态 那直到呢 我们真的到了实柱位了之后呢 出发心柱 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世界海就开始纯清静解的转变 所以他在讲呢 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层次啊 从最根本的层次 就是大家都在起烦恼 起烦恼的时候就是染污嘛 慢慢的开始懂得修福 有的人想升天 就修了时善 那这个时候叫做修广大福 世界海就开始有了松动 有了转变 从染转成静 好 到了性解菩萨 实性位的菩萨 这个世界就是开始 渐渐的越传越清静 到发心了之后呢 世界海就是纯清静解 接下来呢 诸菩萨各个由诸世界故 世界海无边庄严皆转变 当我们发了菩提心 我们会开始制造这个菩萨 因为我自己开始真正的当菩萨 我们也会影响别人来当菩萨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世界的菩萨就会越来越多 当世界各地都充满了菩萨 都在这个世界悠游 世界海就开始呈现无边的庄严界 再来十方一切世界海 诸菩萨云极故 世界海 无量大庄严界转变 所以当我们这个地方呢 已经成为行菩萨道 修菩萨行的一个环境 甚至于一个据点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变成召集站 召集十方一切世界海的菩萨 都会来云集 那以后呢 佛陀要开会 然后他就是一个会议中心 一个论坛的中心 那就会像华炎经这样 菩萨一说法 所有的十方菩萨云集 这时候这个世界 就变成华葬庄严世界 而不是所活世界的 好最后呢 诸佛是尊诸涅槃故 世界海庄严灭界转变 诸佛出现与世故 一切世界海 往博炎境界转变 如来神通变化故 世界海谱清境界转变 等等 如是等有世界海为陈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一开始的初发心 从不懂的发心 开始修复 到后来发菩提心 然后呢 召感了整个菩萨的发心 菩萨来了 我们的佛陀的世界就成就 变成佛国净土 那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发心 我们当我们开始的发了广大的心呢 它就会开始呈现出所有世界海的庄严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严禁一切佛刹的发心 希望大众呢 我们一起来努力 随其心境 则佛土尽 有一天我们会 庄严这个世界 清净这个世界 而且随着我们的愿力 不只是此世界 还有他方世界 随着我们的愿力所及 我们都可以 改变这个世界 今天的开示支持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